你知道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原发小白有的人学我的教学一周就打上了小国标 而有的人却连王者都打不上去 今天我就告诉你他们怎么学的 首先你一定要打好地基知道明文出装是什么 打野的话就是出这一套 法刀的话也可以出但是法刀的龙缩率会低一点 然后第六件装备如果对面是射程比较远的 像江子牙或者要这种比较灵活的英雄 可以把这个装备换成一个主日 这样就解决了手短的问题 到了后期这个打野刀要换成破晓 还有人到现在为止学了半年还是铁粉 依然在出大的打野刀 原发打野和别的打野你要知道不同 出大的打野刀活该你没伤害啊 然后走射手路的话就是不出打野刀的这套装备 明文的话打野的明文可以带这一套 也可以带这一套这个就是俗称的全的引力百穿 走边路的话就是带两个无双和三个吸血 目的是为了卡难250的暴击效果 第一套明文前期伤害高 第二套明文后期伤害高 所以第一套适合抓人 第二套适合发育 这样说能理解吧 搞清楚了明文出装之后我们开始学连招 原发的连招就一构放慢了给你们看 一技能放过之后平A下三技能放过之后再平A下 俗称EA3A秒地标是不是很简单 另外一个要学的操作就是二技能躲伤害 这个二技能的无敌时间要比敌人解长很多 所以很简单 稍微练练就会了 学完这些我教你们接下来学什么 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刷野的技巧 在我的前两个视频里面 这个学好了都是你们的基础 接下来我和你们说不同分段该学什么东西 如果你在王者20星巅峰1800以下 只要学一个东西怎么反野 反野的那套打法你学会了到个2000分不是问题 连胜打到167为合格 那一套打法好好看 只要搞明白那个怎么回事就好了 其他的你一概不关心就往死里研究那一个就可以了 发育路的话只要学一下每个英雄的对线就行 但我这边建议中低分段先学打野 因为打野比较好终结比赛比较好带节奏 中低分段可以不受队友干扰节奏会很快 胜率自然而然就会很高 到了王者80星以下巅峰5000名左右 从1800开始这个段位的成绩人要学什么 第一个卡视野和作假视野就像我这一波一样 这个叫卡视野 可以放我以前的视频都会讲到 然后要学一些抓人的技巧 多看看我们是怎么抓人的 学完之后还要学一些反野的技巧 比如如何在外宣反野什么时间去反野 这些我以前的视频也都有讲到 你们可以逐一记录 反复体会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到这个时间节点 你们要有一套完整的自己刷经济的系统 可以从我一些全局的视频里面提炼 最后就是学一些推高力的技巧 比如说131分带 就是两个人带边路线三个人抱团 还有比如说14分带23分带都是字面一次 你们去理解一下 到了100星左右5000米以上 要锤炼自己的心态了多复盘 要学会如何让自己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我的方法是累了就冥想一下 还算是比较有用的 接着就是把之前学到的所有融合成一个大的系统 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稳定的发挥 发育路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主要学团战的站位 团战怎么打输出 以及如何发育如何转现 中低分段的话我主推学打野 高分段的话根据阵容选择首推发育路 高分段的发育路肯定是要比较简单的差不多就这些